宋记三 宋文历元家五年 午晨 公元四百二十八年 一春 正月 新内 未经赵王立足 一春季 正月 新内 初二 北为经赵王拓拔离去世 二 经周刺史 彭承王一康 姓葱茶 在周执事休至 左光路大夫范太为司徒网红约 天下势众 全要难居 请兄弟圣满 当身存将义 彭承王 帝之次帝 宜征海入朝 共参朝政 洪纳其言 十大汉 吉义 洪尚表演就训畏 帝不虚 二 刘宋荆州刺史 彭承 王刘一康 生性聪明 详查夏晴 他在荆州 凡是职权范围内的事都办得很好 刘宋左光路大夫范太对司徒 图王红说 国家大事 责任很重 全要的地位 也很难久居 你们兄弟的权力和地位 已经达到了顶峰 应该深深地想到要谦虚谨慎 彭承王 刘一康是皇上的二弟 最好征召他回京 共同参与处理朝廷大事 王红接受了犯态的劝告 当时 刘宋境内正遭受严重的旱灾 瘟疫流行 王红尚书引致自责 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 宋文帝刘一龙没有批准 三 秦商周刺史领交和太守姚俊判 将和西 秦王赤盘以上书交松代骏 率齐三千讨之 二月 宋为土律魂元旭所职 三 西秦国商周刺史颜交和太守姚俊反叛 投降了北梁 西秦王起伏赤盘任命上书交松 任商周刺史颜交和太守 并率领三千人讨伐姚俊 二月 交松被土律魂汉国 酋长慕容元旭秦货 四 未改元神 四 北未改年号为神 五 未平北将军未卷攻下注于上 下注退屯平 梁 西京进军安定 与秋堆 俄清军和 金马多一死 士族法梁 乃身类自古 前秋堆都租于民间 士族暴略 不设敬备 下注席之 堆兵败 以数百期观成 下注成圣 日来城下超略 不得除暮 朱将换旨 监君是御史安协曰 受召灭贼 今更为贼所困 退守穷成 若不为贼杀 当作法朱 尽退皆无生理 而朱王公燕 然曾不畏记忽 金曰 今君是无马 已不积齐 并无胜利 当须今师就其志和积之 协曰 金猛扣游 异于外 无兵皮实尽 不亦决战 则死在旦夕 就其何可待乎 等于 就死 死战 不亦可忽 金又以马少为辞 协曰 金殿诸交所称马 可得二百匹 协请木赶死之 是出击之 却不能破敌 亦可以折其锐 且赫连昌卷而无谋 好勇而轻 每自出挑战 众皆识之 若伏兵眼鸡 昌可秦也 金游难之 协乃阴与未卷等谋 选戚呆之 继而下主来攻城 协出英之 下主自出臣前部战 君是石其茂 征服之 惠天大风扬尘 咒昏 下主败走 协追之 下主马爵而坠 随秦之 协 同之子也 五 北围平北将军 卫眷 围攻下王贺连昌 所在的上 贺连昌推到平梁聚首 北围大将西京率领军队 抵达安定 于俄清 秋队率领的大军会时 西京军中的战马 燃上了瘟疫 大批死亡 士族又缺乏良想 所以只好深挖勾芡 营造堡垒固守 西京派遣秋队率军队 到乡村中梁逼租 卑微的士族残暴无端 大肆抢掠 对敌人 为家防备 下主贺连昌城击进攻 秋队的军队大败 只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安定 贺连昌城胜追击 每天到城下抢掠 卑微的军队得不到两莫 将领们深感忧虑 监军士遇使安邪说道 我们接受朝廷的诏命是要消灭敌扣 而如今我们却被敌人包围 困守孤城 吉令不被敌人杀戮 也要受到军阀的惩罚 无论是进 是退都没有生路 而各位王公还安稳地坐在那里 就没有克敌制胜的建谋吗 西京说 现在我们的军事没有马匹 用步兵来进攻骑兵 断然没有取胜的可能 只有 等朝廷派救兵和战马赶来救援 内外加急敌人 安邪说 现在强敌在城外示威 我们城内的士族精疲力尽 粮食又已经吃完 如果不立刻与敌人决战 我们早晚之间就会全军覆没 救兵怎么能够等到呢 同样是去死 决一死战不也是可以的吗 西京又也战马太少为理由 推辞不肯决战 安邪说 现在我们把各个将领的座棋集中起来 可以凑到二百匹 我请求招募敢死的士族 冲出城去打击敌人 即使不能击破敌人 也可 以打击他们的锐气 况且 赫连昌急躁无谋 却轻率后斗 常常亲自出阵挑战 军中的士族都认识他的模样 如果设伏兵突然袭击他 一定能生起贺连昌 袭击仍然面有难色 安邪于是与魏眷暗中谋划 挑选惊奇等待时机 不久 贺连昌果然又来攻城 安邪出城应战 贺连昌亲自出阵与安邪交锋 卑微的士族都认出他的面貌 争相围攻贺连昌 正直狂风突起 沉沙飞扬遮天蔽日 白天如同黑夜一样昏暗 贺连昌抵挡不住 打马 逃走 安邪在后紧追 贺连昌的坐骑突然栽倒 贺连昌坠马倒地 于是被安邪生擒 安邪是安童的儿子 下大将军 领司徒 平原王定收起于众数万 奔还平良 及皇帝位 大赦 改元圣光 下活的大将军 领司徒 平原王贺连定 收集下军残部数万人 一路奔走 逃回平良 贺连定及皇帝位 下领执行大赦 改年号位圣光 三月 新四 贺连昌至平成 为主管之于西宫 门内契用皆给成于之父 又以魅士平公主妻之 贾 长中将军 赐绝惠基宫 一安邪为建杰将军 赐绝西平宫 为眷梅宁北将军 进居于阳宫 三月 新四 十三日 贺连昌被押解到平成 北为国主拓把涛在西宫 为贺连昌安排了客舍 房间里的日常用具 都跟皇帝使用的一样 又把自己的妹妹 始平公主嫁给他 给他长中将军头衔 并封为魏基宫 拓拔掏任命安邪为建杰将军 封为西平宫 魏眷为宁北将军 进封他为于阳宫 魏主长使贺连昌侍从左右 与之丹齐共逐鹿 身入山 剑 昌宿有永明 主将贤以为不可 魏主曰 天命有在 一颗所拒 轻欲如初 拓拔掏常常让贺连昌侍从在自己身边 两人单独打猎 两马相并追逐一路 深入高山微谷 贺连昌一向享有勇猛的威名 拓拔掏手下的将军们 都认为拓拔掏不可这样做 拓拔掏却说 天命自有定数 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所以对贺连昌仍然亲近 跟当初一样 西金自以为元律 而昌为偏僻所勤 深持之 乃舍资重 即三日良 追下主于平良 俄清欲寻水而往 金不从 自北到夭起走路 至马毛领 下军江顿 会为小将有罪王归于下 告以为君使手无水 下主乃分兵妖金 前后加几之 为兵大溃 经济俄清 刘拔皆为下所勤 士族死者六七千人 西金自以为是元帅 但夏王贺连昌 却被他手下的偏将活捉了 因此深感羞耻 于是他命令军队舍弃自重 只待三日良末 进攻贺连定聚守的平良 俄清建议沿着精水而行 西金不同意 坚持走北到以便 截击贺连定的退路 北围军走到马毛领 下国军队正要逃走 正巧北围军中的一名小将 因为犯罪投降了下军 把北围军中缺两小水的窘况 都报告了贺连定 贺连定于是分兵挤路 拦在西金的军队 前后夹击 北围军顿时溃败如潮 西金 俄清 刘拔等将领 都被下军火灼 士组中也有六七千人战死 邱堆守自重在安定 闻金败 弃自重奔长安 与高粮网里携奔扶板 下人赴去长安 为主大怒 命安携战邱堆 代将其重 镇扶板已拒之 北围大将邱堆 在安定中留守 看管军用物资 他听说西金战败的消息 立刻放弃自重逃往长安 又与高粮网拓把里一道放弃长安 逃奔扶板 下活的军队又重新占据了长安城 拓拔涛闻之大怒 命令安携战邱堆 代替他统领他的部众镇守扶板来抗拒下军 六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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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前时请贺于魏 魏主以赵玉之使将 六 下季 四月 下王贺连定派使臣到北魏国 请求和解 北魏国主拓跋涛 下召命令贺连定投降 七 人子 魏主西巡 物武 田于和西 大舍 七 人子 十五日 北魏国主拓跋涛下西巡查 五五 二十一日 拓拔涛在河西打猎 下令大舍 八 五月 秦文昭王赤盘族 太子木墨即位 大舍 改元永红 八 五月 西秦王祈福赤盘去世 太子祈福木墨继承王位 大舍天下 改年号位永红 九 平路令河南称惨 赴犬王红逊位 引从之 类表陈请 帝不得已 六月 更须 以洪为魏将军 开辅一同三司 九 刘宋平路县令 河南人成灿再度劝司徒王红退位 王红采纳了他的建议 一再上书 坚决请求辞去职务 刘宋文帝不得已 六月 更须 十四日 调任王红为魏将军 开辅一同三司 十 贾银 魏主如长川 十 贾银 十八日 北围国主唾拔韬抵达长川 十一 藏秦文昭王与武并灵 妙号太祖 秦王穆末以右成向元机为市中 向国 都督中外诸君 陆上书氏 义镇军大将军 何周穆千屯为标齐大将军 征湾北将军 梁州 次时段辉为辅国大将军 御氏大夫 书父又进将军千年为镇北将军 梁州墓 镇黄河 以征北将军墓翼干为尚书令 车齐大将军 以中南将军及皮为尚书铺舍 为大将军 十一 西秦国在五平陵安葬了文昭王起伏赤盘 妙号太祖 西秦王起伏默默 任命右成向起伏元机为市中 向国 都督中外诸君士 陆上书氏等职务 同时任命镇军大将军 何周路起伏千屯为标齐大将军 征兆安北将军 梁州四时段辉为辅国大将军 御氏大夫 任命叔父 又敬将军起伏千年 为镇北将军 梁州墓 镇守黄河 又任命征为将军起伏目 义干为尚书令 车齐大将军 任命征南将军起伏吉皮 为尚书铺舍 为大将军 何西王蒙俊因秦丧 伐秦西平 西平太守成为之曰 殿下若先取乐兜 则西平必为殿下之友 苟望风请福 一名主之所及也 蒙逊乃是西平 供乐兜 向国远级帅 其三千九月都 俘入城 而河西兵制 供其外城 克制 掘起水道 城中即可 死者太半 东腔起 提从远级九月都 阴雨和西通谋 下省引内骑兵 登城着百余人 鼓子烧门 远级帅左右奋机 和西兵乃退 北辆和西王举 瞿蒙逊 利用起伏赤盘 去世的机会 进攻西秦所属的西平 西平太守成 对前来攻城的举 瞿蒙逊说 殿下如果能够先攻取 阅读 那么西平一定会 归附殿下 假如我望风而降 英明君主也看不起 这样的手将 举瞿蒙逊 于是放弃西平 改变方向去进攻乐兜 西秦的向国且扶元机率领 骑兵三千人救援乐兜 起伏 元机的援兵刚刚进城 举瞿蒙逊的大军也开到了城下 开始攻击 很快就攻陷了乐兜外城 切断了乐都城的水源 城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饥渴 东乡部落酋长起皮 原来跟随起扶元机救援越多 却暗中与城外的北辆军队勾结 从城上抛下绳索 从内部牵引北辆士族登城 很快登城的北辆军士打百余人 他们大声呐喊 纵火焚烧城门 起伏元机率领左右亲军奋力抗击 北辆的军队才被打退 初 文昭王疾病 魏目默曰 无死之 后 如能保境则善意 举去成都为蒙逊所轻重 如仪归之 指示 默默前使易蒙逊 许为成都也求和 蒙逊引兵海 前使入秦调计 默默后自送成都 前将军王阀送之 蒙逊牛宜之 使徽武将军举取其征服兵于门天领 执伐并骑士三百人以徽 继而前尚书狼王助送伐海秦 并以默默马千辟及锦银增 秋 七月 默默前祭士郎珠玛艾如和西报品 最初 文昭王起扶赤盆重病时 曾对太子祈福默默说 我死以后 你能够保住国 土布施 就已经不错了 举取成都一向得到举取蒙逊的信任和重用 你应该把他送回国去 这时 祈福默默前使来到举取蒙逊的营中 答应归还举取成都 请求和解 举取蒙逊接受了西秦的建议 撤军回国 随即又派前使臣赴西秦调丧 祈福默默用厚重的礼物 送举取成都回国 并派将军王法护送 举取蒙逊对西秦的做法仍深怀疑虑 就派徽武将军举取齐针 在蒙天岭设下埋伏 秦获王法及其三百七兵回国 不久 又派上书郎 王住户送王法返回了西秦 并送给祈福默默战马一千匹 以及其他警断铃罗 秋季 七月 祈福默默派遣祭侍郎中 马爱前往北梁回访 十二 为主还宫 八月 附若广宁湾温泉 十二 北围国主拓跋涛回宫 八月 拓跋涛又前往广宁关掌温泉 柔然哥生盖克韩遣其子 将万于其寇卫边 为主自广宁海 追之 不及 九月 怀宫 柔然汉国哥 生盖克韩遇久 吕大盆派他的儿子率领一万多骑兵 进犯北围的边境 拓跋涛从广宁返 回首都平成 率兵追鸡楼然汉国的军队 没有追上 九月 拓跋涛回宫 东 十月 贾臣 为主北巡 人子 田于牛川 冬季 十月 贾臣 初十 拓跋涛到北方巡视 人子 十八日 到牛川 狩猎 十三 秦梁州 牧起伏千年 誓酒残虐 不须正事 秦王 牧牧前世让之 千年 巨 奔河西 牧牧以 书赴光路 大夫 沃陵 为梁州 牧 镇黄河 十三 西秦梁州牧起伏千年 酗酒暴虐 不理公务 西秦王起伏牧牧 派前世 称泽贝 他 起伏千年 大为恐惧 投奔贝梁 起伏牧牧任命 他的叔父 光路大夫 起伏沃陵 为梁州牧 镇守黄河 十四 徐州刺史 王仲德 遣步 其二迁法 为季阳 陈刘 十四 刘宋 徐州刺史 王仲德 派前部 骑兵二千人 进攻北 为所属的 济阳 陈刘 十五 为主还功 十五 北为国 主拓把他回宫 十六 为定州 丁陵先 于台阳等 二千余人家 叛 入西山 周郡不能讨 润月 为主遣阵 南将军 属孙健 讨之 十六 北为定州 丁陵 部落酋长 先于台阳等 帅两千余 居家被判了北魏 进入西山 地方州郡都无力 讨伐他们 论月 拓拔韬命阵 南将军属孙健 前往征讨 十七 十一月 以魏朔 日有时之 十七 十一月 以魏朔 初一 出现日时 十八 为主如西河 孝列 十二月 贾身 怀功 十八 北为国 主唾拓拔韬 前往西河 举行围猎 十二月 假身 二十一日 回宫 十九 和西王 蒙逊 罚秦 致盘移 秦向国援基等 将其万五千拒之 蒙逊 海公西平 正如将军 初联辅政等 将其二间就职 十九 北谅和西王 举 曲蒙逊 再次讨伐西秦 北谅军 开到盘移 遇到西秦乡国企业 扶元基 率领骑兵 一万五千人阻击 曲曲蒙逊 率军回宫西平 西秦正路将军 初联辅政等 率领骑兵 二千人赶赴救援 二十 秘书监谢灵运 自以明辈才能 应参时政 尚为皆也文艺 美式眼谈上而已 王坛守 王华 应敬人 明辈祖出灵运下 并见任御 灵运一胜不平 多称其不朝旨 或除锅游行 且 二百里 精寻不归 既无表文 又不请及 上下遇上大臣义 逢令自解 灵运乃上表称吉 上四甲 令还会激 而灵运有眼自若 为法思所揪 做敏观 二十 刘宋秘书兼信灵运 自以为他的才能 名望和辈分 都足以有资格参与朝政 可是刘宋文帝只看重他的文采 只是常常让他参加宴会 跟他谈论和欣赏诗文而已 王坛守 王华 应敬人的名望和地位 一向居于写灵运之下 他们都得到了重用 并未为国家机要大事 谢灵运因此愤愤不平 经常声称有病 不参加朝会 有时出城游玩旅行 走出二百里 十余日也不回来 即不上书奏报 也从不请假 刘宋文帝不愿伤害大臣的面子 婉转帝让他自己辞职 谢灵运于是上书 声称自己有病 刘宜隆批准他休假 让他返回会计养病 谢灵运回会计后 仍然有了欢宴 被法司纠举 于是被免除了光旨 二十一 十岁 狮子王沙利摩赫 及天主家皮黎王月 爱揭前世奉表入供 表辞皆如浮屠之言 二 一 这一年 狮子国王沙利摩赫 以及天主家皮黎王月爱 都派前使臣前往刘宋进贡 他们奏章上的词句 都类似佛经上的语言 二十二 魏振远将军评书侯雁奉族 二十二 北魏振远将军评书侯雁奉去世 六年 祭祀 四百二十九 六年 祭祀 公元四百二十九年 一 春 正月 王洪上表起解周 陆 以寿彭城王一康 帝幽罩不虚 鬼丑 以一康为始终 都督阳 南徐 远三 周朱军市 司徒 陆上书市 领南徐周刺史 红语 一康二辅 秉至左领兵 共赴朝政 红杰多吉 且欲为远大选 美式推让一康 由是一康专总内外之物 一 春季 正月 留宋扬州刺史 王洪上书要求辞去扬州刺史 和陆上书市等职 并请求皇上把这两项要职委任给鹏城王刘一康 刘宋文帝下达一份褒奖赵书 但没有批准 鬼丑 二十日 下周任命刘一康为始终 都督阳 南徐 远三 周朱军市 司徒 陆上书市 领南徐周刺史 王洪与刘一康二人的官署 都设置署官位 二人 共同辅佐朝廷政务 王洪体弱多病 况且又早下决心远离全市 因此每件事都推给刘一康处理 刘一康于是一个人总管内外事务 又以府军将军将下王义公为都督经 相等八州州军事 荆州刺史 以市中刘湛为南蛮校尉 行府州事 帝与义公书 戒之曰 天下艰难 家国势众 岁曰守城 十一位义 龙替安危 再无曹尔 岂可不敢寻王爷 大具复合 刘宋文帝又任命府军将军 将下王刘一公为都督经 相等八州州军事 奸 任景州刺史 任命是中刘湛为南蛮校尉 代理府 州政务 刘宋文帝写信给刘一公 告诫他说 天下实事 十分艰难 家世国事 关系重大 虽说是继承并保住现成的基业 实际上也还是相当不容易 国家的兴隆或衰落 安定或未复都在于我们的努力 怎么可以不感到王爷艰难 而寻求治国之道 从而对自己肩负重担而惶恐不安呢 辱性贬及 智之所致 其欲必行 义所不存 从无悔改 此罪必是 一念才义 为轻于是大负义 礼 与小人有恩 西门 安于 侥幸其美 关于 张飞 任偏同弊 行及举事 深一见词 你的性情急躁偏激 心里想着什么 就要不故意确定达到目的 有时你的心里并没有某些愿望 一受外界引诱 你就立刻产生欲望 这是最容易招致或端的 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极力克制 为轻对待是大夫礼貌千功 对小人也有恩惠 西门保性情刚直急躁 常常佩戴伪草 动安于性情宽容 做事缓慢 常常佩戴公贤 都是为了警告自己 矫正自己的性情 他们的美名 一期得到了后世的传颂 关于 张飞则不然 二人的性格都任性偏激 缺点相同 你是极处事 要深刻体会古人的行为 作为借鉴 若是一今日 赐子幽蒙 司徒当多公之士 辱不可不敬之胜之以 而是天下安危 绝辱二人二 倘若有一天朝中发生不测 我的儿子年纪还小 身为司徒的刘义康 必然要负起周公的责任 你也不可不敬到 恭敬府闭的道义 到那个时候 国家的安危存亡 就全取决 与你们二人了 如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 若能生此 亦美 吸出辐射 略所安究 既当不须改作 日求心意 凡训于多觉当时 难可逆律 此时为难 至训日 虚花薄尽 甚无以息怒家人 能择善者而从之 每次归己 不可专以自觉 以今独断之名也 你每月的私人开支 不能超过三十万 倘若还能比这节省 那就更好 经周的辐射 我略为熟悉了解 估计还不用重新改建 去追求心意 至于训案断育 大多要当时才 绝 很难事先做周到的考虑 当然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在审讯的时候 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陈述 千万谨慎处置 不要把自己的喜怒 强加于人 平时做事 能择善而从 自己就会获得好的生育 且不可一意孤行 来炫耀自己的独断和英明 明气深意甚息 不可妄议假人 逆尽觉次 由英才量 无与左右 虽为少恩 如文外论 不以为非也 明分一定要谨慎珍惜 不可以随便赏给他人 对亲近的人封刺爵位 则更应再三考 律定夺 我对于身边的人 虽然很少有特别的赏赐 但如果听说外面有人议论我 我也不认为他们说的不对 以贵灵物 物不服 以为家人 人不厌 此意达事尔 平权是欺凌别人 别人自然不服 用威望统侠别人 别人便不会满意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生月稀有 不宜令果 普酒于恋 一切无雷 公用奉身 皆有节度 其服意气 不宜心堂 声色犬马 稀稀游乐都不能过分 饮酒赌博 补于狩猎 这一切都不应该做 日常用品 衣服饮食 都应有节制 至于新奇的服饰和器物 不应鼓励制作 用艺术引荐作实 相见不术 则为我不侵 不侵 无音被尽人情 人情不尽 富和有之重视也 你还应该多多接见府中的官员 照见的次数少 就会彼此不亲近 不亲近 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官员们的思想感情 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 因此也就无法知道民间的具体情况 2. 下九泉公郡自平良奔位 2. 下活的九泉公贺连郡从平良 出逃 投奔北位 3. 叮铃先于台阳等警降于位 为主设置 3. 叮铃部落酋长先于台阳等人 请求再次归降北位 北位国主拓拔涛 赦免了他们的罪过 4. 秦初连辅政的位置西平 和新王蒙逊拔西平 这太守城 4. 西秦政禄将军初连辅政等率领援军 还没有赶到西平 被让王举徐蒙逊已经攻陷了西平城 活捉了西平太守城 5. 2月 秦王穆莫丽妃梁氏为皇后 子万载为太子 5. 2月 西秦王起伏 穆莫丽妃梁氏为皇后 封王子起伏望再为太子 6. 3月 丁寺丽皇子少为太子 悟悟大赦 6. 3月丁寺 25日 刘宋文帝丽皇子刘少为太子 悟悟 26日 下令大赦 7. 新有 以左卫将军因境人为中领军 帝以张太后早亡 奉太后所生苏氏顺锦 苏氏族 帝往灵窟 欲追加风雪 使群臣离之 景人以为古典无知 乃至 7. 新有 29日 刘宋文帝任命佐 被将军因境人为中领军 文帝因为生母张太后 胡适早死 侍奉外祖母苏氏十分恭敬 苏氏去世后 文帝到灵前痛哭 并打算追风爵位 命文武官员讨论 因境人认为自古没有封外祖母爵位的先例 文帝才作罢 8. 初 秦尚书隆兮兴禁从文昭王游灵萧关 但飞鸟 物中秦王默默之母 伤其面 即默默即位 文母面伤之由 母已状告 默默怒 杀尽并其武作二之欺人 8. 当初 西秦尚书 隆兮人兴禁 跟从文昭王起伏赤盘在灵萧关游览 用蛋 攻击飞鸟 不想敬物中秦王起伏 默默的母亲 损伤了她的容貌 等到祈福默默即位 问及她母亲面部受伤的原因 她母亲把当时的情况 据实地告诉了她 祈福默默大发雷霆 掌杀了仙晋 及鸡谷族内的亲属二之欺人 9. 下 4月 鬼亥 以尚书左仆社王敬虹为尚书令 林川王以庆为左仆社 历布尚书既然将一位又图社 9. 夏季 4月 鬼亥 初二 刘宋文邸任命尚书左仆社王敬虹为尚书令 林川王刘以庆为左仆社 历布尚书 既然人将一位又图社 10. 初 为太祖命尚书邓冤转国际史语卷 未成而至 世祖更命崔浩宇中书 师郎邓宁等续成之 为国书三十卷 颖冤之子也 10. 当初 北雷道武帝拓拔命令上书邓冤转写国际史语卷 书未写成就停止了 于是 拓拔涛改命崔浩与中书师郎邓颖等人继续编转 称国书 共三十卷 邓颖是邓冤的儿子 11. 为主将其柔软 治兵于南郊 先祭天 然后不乐行 臣 内外群臣皆不欲行 宝太后固执之 独随好劝之 11. 北维国主拓拔涛将进攻柔然汉国 在平城的南郊举行阅兵大典 先行祭拜天神 然后下令排列战争 朝廷内外的文武群臣 都不愿意打这一仗 连拓拔涛的汝阳宝太后都坚决劝阻 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 上述令刘等共推太使令张冤 徐便使言于为主曰 金子祭祀 三阴之岁 岁星席月 太白在西方 不可举兵 北伐必拜 虽克 不利于上 群臣因共赞之曰 冤等少时常见福兼南伐 兼不从而拜 所言无不忠 不可为也 为主义不快 赵浩玉渊等论难于浅 上述令刘等人 共同推具太使令张冤 徐便向拓拔涛分析形式说 今年十几四年 恰恰是三种煙气聚集在一起的年分 木星突然靠近月亮 太白星出现在西方 不可以发动军事进攻 卑法一定失败 即使取胜 也对皇上不利 文武群臣也一口同声地称赞张冤 和徐便的说法都说 张冤年轻的时候曾经劝阻过福兼 不可 以南伐 福兼不肯接受 结果大败 张冤的预言几乎没有一切是不用念的 不可以违背 拓拔涛心里不高兴 下诏命令催浩与张冤在狱前辩论 浩解冤 便曰 杨为德 因为行 故日时修德 月时修行 夫王者用行 小则四诸是朝 大则臣诸原也 金楚兵一桃有罪 乃所以修行也 禅阙观天文 兵年以来 月行严老 至今由然 其战 三年天子大破矛头之国 如如 高车 矛头之众也 愿陛下勿疑 冤 便赴曰 如如 欢外无用之物 得其力不可耕而食 得其民不可争而食 清几无常 难得而治 有何吉吉 而劳士马里发之 浩曰 冤 便言天道 由是其职 至于人是行事 由非其所知 此乃汉是常谈 失之于今 殊不何事已 何则 如如本国家北边之臣 中坚怕去 今诸其原恶 收其两民 令父就义 非无用也 世人结未冤 便通解数数 明觉成败 臣请誓问之 熟者统万未亡之前 有无败争 若其不知 是无数也 知而不言 是不 中也 时刻连昌在座 冤等字以未尝有言 残不能对 为主大悦 崔浩质问张冤 徐便说 阳是恩德 因是行杀 所以出现日诗时 君主要积德 出现月诗的时候 就要注意刑法 帝王使用刑法 从小处说是把犯人 处决于世朝 从大处说是对敌国 用兵于原野 今天 出兵讨伐有罪之国 正式加强刑法 我观察偏向 近年以来 月亮运行遮盖卯星 到现在仍然如此 这表明 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毛头星之国 柔然 高车都是毛 头星的不重 希望陛下不要犹豫怀疑 张冤徐便又说 柔然 是远荒外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 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 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去使 而且他们急速往来 行动没有规律 很难攻取 并彻底制服 有什么事如此急迫 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 崔浩说 张冤徐便如果谈论天文 还是他们的本质 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式 尤其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 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 常谈 用在今天 完全不切实际 为什么呢 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 后来被判而去 今天我们要逐杀叛贼元凶 收回善良的百姓 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 不是毫无用处的 世上的人都信服张冤 徐便身通天文立法 预知成功或失败 那么 我倒想问问他们 在统万城没有功课之前 有没有溃败的征兆 如果不知道 是没有能力 如果知道了却不说 是对皇上不忠 当时下国前国主赫连昌也在座 张冤等人因为自己却 时没有说过 十分惭愧 无法回答 拓跋涛非常高兴 解罢 功行或由浩曰 金南寇方四国系 而守之北伐 若如如远顿 前无所获 后有江后 将何以待止 浩曰 不然 金不先或如如 则无意待南寇 南人闻国家客统万以来 内怀恐惧 故扬声动众已未准备 比吴破如如 往海之间 南寇比不动也 且比不我期 比能背来 我已难往 再比甚困 于我未劳 旷南北疏俗 水陆亦已 涉使国家与之河南 比亦不能守也 何以言之 以流欲之雄杰 吞遍关中 留其爱子 浮以良将 精兵数万 由不能守 全君覆没 豪哭之声 至今未已 旷以隆今日君臣 非御时之彼 主上鹦鹉 是马精强 比若过来 譬如以君独斗虎狼也 何惧之友 如如是其绝远 为国家力不能治 则宽日久 故下则散重放处 秋肥乃聚 悲寒向温 南来寇抄 今眼其不畏 必忘成亥散 母马互聘 聘马敛居 驱石难止 不得水草 不过数日 必聚而困避 可一举而灭也 再老永逸 食不可施 幻在尚无此意 今尚也决 奈何止之 寇千之位浩曰 如如果可刻乎 浩曰 必可 但恐诸将所所 前后顾虑 不能乘胜深入 是不全局而 月前辩论结束后 朝中功行重臣中 有人责怪崔浩说 如今南方宋国的敌人 正在伺机侵入 而我们却置之不顾 星兵北伐 如果柔软听说我们攻来 逃得无影无踪 我们前进没有收获 后面却有强敌逼近 那时我们将怎么办 崔浩说 事情不会是这样的 如今我们如果不先攻破柔软 就没有办法对付南方的敌口 南方人自从听说我们攻克下国都城统万以来 对我们一直深怀恐惧 所以扬言要出动军队 来保卫淮河以北的土地 等到我们击破如如 一去一回的时间里 南方一定不敢行兵动武 况且南方多是步兵 而我们主要是骑兵 他们能北来 我们也可以南下 在他们来说已经疲惫不堪 而对我们来说还不曾疲劳 更何况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大不相同 南方河岛交错 北方一片平原 即使我国把黄河以南的土地让给他们 他们也守不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年以流域的雄才大略吞并了关中 留下他的爱自镇守 又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战将和数万名精兵 还没有守住 最后落得各全军覆没 原野中的哭号之声 至今还没有停止 况且 今日刘易龙和他的文武群臣 其策略根本无法与刘豫 时代的军臣相比 而我们的皇上英明威武 军队兵强马壮 如果他们真的带来 就像是马鞠 牛犊与虎狼争斗 一样 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如如一只杖士与我国距离遥远 以为我国没有力量制服他们 防备松懈已经很久 一到夏季 就把不众解散 各处竹水草放牧 秋季马飞兵状 才有聚集 离开寒冷的荒野 面向温暖的中原 南下掠夺 而今我们长期不备出兵 他们一看到飞扬的沉沙 一定会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 公马护着母马 母马练着小马 难以控制驱赶 等到找不着水草 不过几天的功夫 他们会再行聚集 成他们疲劳混沌之际 我们的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们 短时间的劳苦将换来永久的安逸 这样的时机千万不能放弃 我再忧虑皇上没有这样的决心 现在皇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为什么还要阻挠 寇千之凤崔浩说 如如果真可以一举功课吗 崔浩回答说 必可无疑 只恐怕教练们顾虑太多 瞻前顾后 不能成胜深入 以至于不能一举取得彻底等胜利 先是 第一位使者还 告慰主曰 辱去归我何南帝 不然 将尽我降世之力 为 主方一发柔软 文之 大小 为公清曰 诡别小数 字就不暇 夫何能为 就使能来 若不先面如如 乃之作胆扣制 父辈受敌 非良策也 无形决矣 在此之前 刘宋文帝 趁北魏使者回国 让使者转告北魏国主拓跋涛说 你应该赶快归还我黄河以南的领土 否则 我们的将士只好竭力攻取 当时 拓跋涛正在讨论 讨伐柔然的事宜 听到这个消息 大笑不已 对左右大臣们说 鬼憋小丑 他救护自己还来不及 还能 有什么作为 即使他真能打来 如果我们不先灭掉如如 那就是在家门口坐等敌人来攻 父辈受敌 不是好的计策 我决心立即讨伐 跟吟 为主发平成 使北平王长孙蒿 广陵公楼福连居首 为主自东道向黑山 使平阳王长孙汉 自西道向大鹅山 同归柔然之亭 跟吟 29日 拓跋涛从平成出发 命令北平王长孙松 广陵公楼福连等留守经师 拓跋涛向东取到黑山 派平阳王长孙汉 向西取到大鹅山 约定在柔然汉国 的王天慧诗 十二 五月 任陈朔 日有时之 十二 五月 任陈朔 初一 出现日时 十三 王敬鸿故让尚树令 彪求海东 鬼四 更以敬鸿为市中 特进 左光陆大夫 听其东归 十三 王敬鸿坚决辞让尚树令 尚树请求返回故乡会集 鬼四 初二 改任王敬鸿为市中 特进 左光陆大夫 准许才回到东边 十四 定位 为主之莫难 舍自重 率清其间哪席即柔然 致力水 柔然歌声带克寒先不赦 背 民处满野 京户散去 莫向收赦 歌声带烧炉赦 绝迹西走 莫知所知 其地匹离仙主东部 文有未寇 帅仲域救其兄 域长孙汉 汉妖姬 大破枝 杀其大人数百 十四 定位 十六日 北魏皇帝拓拔韬 抵达莫南 留下所有资重 亲自率领清其兵 和备用马匹 袭击柔然 汉国 大军很快逼进力水 柔然 汉国歌声带克寒 欲九旅大潭 果然事先没有防备 原野上到处都有牲畜和放牧的人们 当他们发现北魏的大军突然袭来 惊 荒师错各自逃散 根本无法集结 歌声带克寒只好放火焚烧房屋 向西逃走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歌声带克寒的弟弟玉九 呂匹离仙主持东部的防务 听说北魏的军队大举攻来 立即召集他的不重打算 向他的哥哥靠拢 刚刚出发 就与北魏平阳王长孙汉的军队遭遇 长孙汉拦截并袭击了玉九呂匹离仙及其部队 大破柔然军 斩杀他们有长等头目数百人 十五 夏主御赴取统曼 引冰东至侯尼城 不敢进而海 十五 夏王 赫连定打算收复统曼城 他统帅大军向东抵达侯尼城 不敢再向前进阀 只好班师 十六 和西王蒙训伐秦 秦王默默留向国元积收喊 千宝定连 十六 北亮和西王指去蒙训讨伐西秦 西秦王 西安太守默着幼卷俱川一叛 默默讨之 为幼卷所败 还于定连 西秦西安太守默着幼卷 战俱川 背叛西秦 祈福默默发兵讨伐 被默者幼卷击败 祈福默姬又回到定连 蒙训之喊 前世子兴国进攻定连 六月 默默拟积兴国于智诚 秦之 追击蒙训这谈交 举渠蒙训大军包围了西秦的都城喊 又派他的世子举渠兴国进攻定连 六月 祈福默默在智诚访击举渠兴国的围攻 升秦举渠兴国 举渠蒙训率军立即撤退 祈福默默追击北亮君 一直追到谈交 屠玉魂王目前其弟梅丽颜 将其五千惠蒙训伐秦 默默潜伏国大将军段辉等妖姬 大破之 屠玉魂可汗慕容穆派他的弟弟 慕容梅丽颜率领其兵五千人 与举渠蒙训的大军会师 和兵讨伐西秦 西秦王祈福默默 派潜伏国大将军段辉等拦击敌人 大败北梁军和土域滚汉国的骑兵 十七 柔然歌声戴客汗戒走 部落四散 创福山谷 杂处不业 无人收拾 为主寻沥水西行 制吐原水 分军搜讨 东西五千里 南北三千里 浮展慎重 高车诸步成为兵士 超略柔然 柔然种类前后降位这三十余万洛 或荣马百余万辟 虚产 车炉 弥漫山泽 王绿数百万 十七 柔然汉国歌 声戴客汗玉九旅大潭逃走以后 他的部落四处流散 躲藏在荒山深谷之中 牛马等牲畜遍不远野 没有人收集照料 北魏国主拓拔韬 沿着绿水一直向西行进 抵达吐原水 大军分散搜索柔然军残部 东西五千里 南北三千里 斩杀和俘虏的敌人很 多 高车国的部落 乘着北魏的兵士 攻打并掠夺柔然汉国 这样一来 柔然汉国的各部落 先后投降北魏的 具有三十多万帐落 北魏军交货的战马 达一百多万匹 牲畜 车辆帐篷 遍布山谷水畔 大约有几百万之多 魏主寻若水西行 至辟邪山 朱江绿深入有伏兵 劝魏主留旨 扣签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 魏主不从 秋 七月 引兵东海 至黑山 以所活半次将士有差 既而内将人言 可知先备病 闻魏冰至 不知所为 乃 焚雄炉 夜车自载 将数百人入南山 民处窘聚 无人统领 相去百八十里 追兵不至 乃徐西顿 为此得灭 后门梁周甲胡言 若赴前行二日 则尽灭之己 为主身会之 拓拔套又沿着弱水向西前进 抵达辟邪山 卑微的领将们考虑到 在向西深入恐怕会遇埋伏 所以都劝拓拔套停止 寇千知又把崔浩讲的那番话 告诉拓拔套 希望大军乘胜追击 彻底消灭柔然军 拓拔套没有采纳 于是 秋季 七月 拓拔套率领大军 向东回国 到了黑山 把战力便依照等级 分别赏赐给将士们 不久 听到投降的柔染人的报告 说 可汗前些时 害病卧床 听说被兵杀来 不知如何是好 仓族之间焚烧了战杖 躺在车上 率领几百人潜入南山 人和牲畜挤在一起 没有人统领 巨匹邪山只有180里 只因魏国的军队没有继续追赶 才慢慢向西逃去 得以幸免 后来 还听到两州的匈奴商人说 魏军如果再前进二日 柔染汉国就被彻底消灭了 拓 拔套听到这些话 深为后悔 歌声带克汗奋意而足 子无皮力 好斥连克汗 柔染汉国歌 声带克汗欲酒 吕大坛 忧愤交加 不久去世 他的儿子欲酒 吕无皮继承汗卫 号称赤连克汗 十八 五度孝昭王阳玄疾病 欲以国售其地南当 南当故辞 请必选子宝宗而辅之 选许之 选足 宝宗吏 南当七尧氏劝南当自立 南当乃肺宝宗 自称都督庸 量秦三州诸军士 正习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秦州刺史 五度王 十八 五度孝昭王阳玄患病不起 打算把王位传授给他的弟弟杨南当 杨南当坚决拒绝接受 请求立杨玄的儿子杨宝宗继承大位 他自己辅佐之子 杨玄同意 杨玄去世后 杨宝宗继位 可是杨南当的妻子姚舍劝说杨 南当自立 魏王 于是杨南当废除了杨宝宗 自封为都督雍州 梁州 秦州三州诸军士 正习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秦州刺史和五都王 十九 和新王蒙逊前是宋故三十万户 已熟世子新国于秦 秦王默默不许 蒙逊乃 立新国母帝菩提魏世子 默默以新国为散其常世 以其媚平昌公主妻世 十九 为了王蒟驱蒙逊派前世臣出世西秦 送古三十万户清秋赎回世子 蒟驱新国 西秦王起伏默默拒绝 蒟驱蒙逊于势力蒟驱新国的胞弟举 取菩提魏世子 起伏默默则任命蒟驱新国为散其常世 并把自己的妹妹平昌公主嫁给她 二十八月 为主治莫南 闻高车东部屯以尼碑 人畜慎重 去魏军千余里 前左朴舍安园等将忘其机之 高车诸步迎降者 数十万路 获马牛羊百余万 二十八月 北维国主拓拔韬抵达默南 听说高车国东部屯居在尼碑 人口繁盛 升畜众多 巨卫军只有一千余里 于是拓拔韬派前左朴舍安园等统帅 一万名骑兵进攻高车 高车国各部落投降 魏军的有几十万站落 未决缴获的牛羊也有一百多万头 冬十月为主还平成 喜柔然 高车降副之名于墨南 冬至如园 西季五园殷山 三千里中 使之歌墓而收其共赴 命长孙汉、刘、安园即逝 中代人古壁通镇复制 自是为之民间马牛羊 截斩皮为之驾剑 冬季、十月 拓拔韬返返回平成 把柔然汉国高车国各部落降副的百姓 迁徙到墨南 安置在东道路园 西道五园殷山的三千多里广阔草原上 命他们在这里耕种 放牧 向他们征收赋税 拓拔韬命令长孙汉、刘、安园以及世忠 一赏某某画之功 好 善战天文 尝试同挺驴做其中 也有所见 即一挺画旨做字以记其意 为主美如厚家 文以在意 或仓促不及书代 奉进书时 不暇精美 为主必为之举著 魂力长而孩 为主长引荷出入卧内 从容为厚远 清才之冤博 使朕足好 驻中撒事 故朕引轻以自尽 轻以尽中归贱 勿由所隐 朕虽或时奋惠 不从轻言 然中酒深思轻言也 常指号已是新将高车渠率曰 辱曹说此人先懦弱 不能弯弓持矛 然其胸中所怀 乃过于兵甲 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 前后有功 皆此人所交也 又是上书曰 梵军国大计 入草所不能抉择 皆当自好 然后施行 拓拔韬加授崔浩市中 特进 扶君大将军等职务 愁赏他谋划的功劳 崔浩善于根据天象预告未来 常把生铜放在装有醋的容器中 夜间观天每每有所发现 立即用那块生铜在纸上写字 记录一项 拓拔韬每次到崔浩家 问群有关灾一天变的情况 有时崔浩仓族出来迎接 连腰带都来不及欣赏 崔浩呈现的饮食也十分粗糙 来不及精心烹调 拓拔韬总是拿起筷子吃一点 有时站着尝一口就走 拓拔韬曾经把崔浩领到他的请殿 与众心长递对崔浩说 你富有才智 学是渊博 是奉过我的祖父和父亲 忠心耿耿辅佐了三代君王 所以我一向把你当作亲信尽臣 你应该竭尽忠心 直言规劝 不要有什么隐瞒 我虽有时盛怒 不听你的劝告 但是我最后还是深思你的话 拓拔韬还曾经指着崔浩 介绍给新进投降北魏的高 车部落酋长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瘦小文弱 既不能弯弓 又拿不动铁锚 然而 他胸中的智谋缘胜于冰甲 我虽有征伐的志向 却不能决断 前前后后建立的功勋业绩 都是得到这个人的教导呀 拓拔韬又特意下召命令上书生说 凡是军国大事 你们所不能决定的 都应该向崔浩请教 然后再付诸实施 二十一 秦王母墨之地可书罗 于文昭王左夫人突发誓 墨墨之而尽之 可书罗聚 与叔父神淫谋杀墨墨 奉聚取取兴 国义奔何兮 使突发誓的门药 药物 蒙者也告墨墨 墨墨吸收其党 杀之 而射克书罗 指神淫 便知 神淫曰 我父如死 不父如鞭 墨墨怒 哭其父 投尸于何 二十一 西秦王起伏墨墨的地地 起伏克书罗与他父亲起伏赤盘的一双 左夫人突发誓通奸 起伏墨墨 得知此事后禁止他 起伏克书罗惊恐不安 于是与他的叔父起伏神 因策划谋杀起伏墨墨 然后带着举曲星国投奔北梁 起伏克书罗 让突发誓偷取请殿的钥匙 不想却偷错了钥匙 守门人把情况报告给起伏墨墨 起伏墨墨逮捕了所有参与这项阴谋的同党 全部杀掉 只赦免了起伏克书罗 起伏墨墨又逮捕说服起伏神淫 鞭改不止 起伏神淫说 我欠你一命 但不欠你一顿鞭子 起伏墨墨大怒 抛开起伏神淫的肚子 把他的尸体扔进河里 二十二 夏主少凶暴无赖 不畏士族所知 深月 田于阴 登科阑珊 望懂万诚契月 先亦若以镇成大业者 岂有今日之事乎 二十二 夏王贺连定小的时候就凶狠残暴 不务正业 五列地贺连勃勃不了解 本月 贺连定在阴依狩猎 他登上科阑珊 遥望统满城 痛哭不已 说 先例如果早让我继承大业 怎么会有今天的事 二十三 十一月 极丑朔 日有十只 不禁如沟 星周见 只不方媒 河北地暗 二十三 十一月 极丑朔 初一 出现日时 太阳只剩下像沟一样的小部分 白天可见星辰 直到下午才发生日全时 黄河以北地区一片黑暗 二 四 为主西巡 至座山 二十四 北维国主拓拔掏向西巡市 抵达座山 二十五 十二月 河西王蒙训 土域魂王牧街前使入供 二十五 十二月 北辆河西王拒取蒙训 土域魂可汗慕容牧都派施臣 王刘宋进供 二十六 十岁 魏内都大关中山云一公里先 清 继二周刺史安同皆族 先年九十五 二十六 本年 北魏内都大关 中山云一公里先 以及青州 冀州二周刺史安同先后去世 李先祖年九十五岁 二十七 秦 地震 野草皆自返 二十七 西秦发生地震 野草都根不朝天 七年 庚五 四百三十 七年 庚五 公元四百三十年 一 春 正月 鬼四 以土律魂王牧为正西将军 沙州刺史 隆西宫 一 春季 正月 鬼四 初六 刘宋文帝任命土律魂 可汗 慕容牧为正西将军 沙州刺史 封魏隆西宫 二 庚子 为主还宫 任银 大舍 回宝 傅如广宁 林温泉 二 庚子 十三日 北魏国主拓把他回宫 任银 十五日 下令大舍 回宝 十六日 又前往广宁 关上温泉 三 二月 丁卯 为杨平威王掌孙汉族 三 二月 丁卯 初十 被为杨平威王掌孙汉去世 四 悟臣 为主还宫 四 悟臣 十一日 北魏国主拓把他回宫 五 第四建卫以来 又恢复河南之治 三月 悟子 召前甲族万给佑将军的宴之 统安北将军王仲德 允州刺史 卓灵秀周诗入河 又是萧綦将军段宏 将经其八千执之虎劳 御周刺 使留德武将兵一万戒戒 三月 后将军长沙王一心 将兵三万间征逃出军事 一心 道连之子也 五 刘宋文帝自从即位以来 就有收复黄河以南师弟的雄心 三月 悟子 初二 文帝下诏挑选披甲精兵五万人 分配给佑将军到燕之 并责令到燕之统帅安北将军王仲德 允州刺史卓灵秀带水军进入黄河 同时 文帝又派萧齐将军段宏率领精锐骑兵八千人 直指虎劳 命令玉州刺史 刘德武率军一万人随后进发 命令后将军长沙王刘 一心统兵三万人 简征讨诸军事 刘卫心是刘道连的儿子 先前殿中将军填齐始于魏 告魏主曰 河南就是宋土 中魏彼所亲 今当修复究竟 不关河北 魏主大怒曰 我生发未造 已闻河南是我帝 此其可得 弼若禁军 今当全脸数相避 需东韩帝境 和兵间和 自更去之 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 刘耸文帝先害殿中将军填齐出使北魏 正告北魏国主拓拔韬说 黄河以南的土地本来就是宋国的领土 中途却被你们侵占 现在我们收复旧土恢复旧日疆界 与黄河以北的国家毫无关系 拓拔韬暴怒如雷 喝道 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 就已经听说黄河以南是我国的土地 这块土地怎么是你们能妄想得到的呢? 你们如果一定要出兵宫去 现在我们会再些撤军相避 等到冬天天寒地净 黄河结上兼兵 我们自然会重新夺回来 甲午 以前南广平太守隐重为四周四史 甲午 初八 刘宋文帝任命前南广平太守隐重为四周四史 长沙 王一新出镇鹏城 为众军声援 以游击将军胡帆树广陵 行辅州市 长沙王刘一新出兵坐镇鹏城 为各路大军的声援 又命游击将军胡帆树守广陵 全权代理周 辅事务 六 仁淫 为封赫连昌魏秦王 六 仁淫 十六日 北为国主拓拔韬峰被俘的前下王 赫连昌魏秦王 七 为有心喜赤勒千余甲 苦于将力亲于 初怨言 七 以草生马肥 王归墨北 上述另流 左扑舍安援奏请集合兵卫解 徒之河西 向春兵解 世武的北顿 为主曰 此曹习俗 放散日久 譬如幼中之路 即则奔徒 幻之自定 无去处自有道 不凡习也 等顾景不已 乃听分喜三万余落于河西 西至白掩齿 赤勒皆惊骇 曰 劝我于河西 欲杀我也 牟西奔良州 流屯五元河北 安元屯岳八成也被之 回宝 赤勒数千旗盼北走 追逃之 走者无时 相忍而死 七 北魏心境强行千禧的赤勒 部落牧民一千余家 不堪北魏军将和官吏的敲诈勒索之苦 怨声载道 暗中约定等到野草繁盛目马肥妆时 逃回末北的故乡 尚书另流 左扑舍安元上书拓跋涛 奏 请趁黄河冰封尚未融化的时候 把他们强行迁移到河西 等到春天黄河冰写 让他们无法向北逃走 拓跋涛说 他们这些人的习俗 就是长期游牧放荡 就好像关在栽埃里的野路 逼得太急就会乱闯乱跳 对他们缓和宽容一些 自然就会安定下来了 我自有对付办法 不必再行迁徙了 刘等人一再请求 拓跋涛最后只好允许分出三 万多帐落的牧民迁移到河西 向西行进道白岩尺 赤了布的牧民都惊骇不已 说 朝廷把我们圈到河西 谁要杀我们呀 于是 又策划成绩向西逃奔梁州 刘当时囤住在五元黄河伊北 按原则驻扎在越拔城 严密防备 回宝 17日 赤了部落的移民几千人 骑马向北逃去 刘指挥军队紧紧追击 赤了部落逃走的移民 因为无石无水 互相挤压着死在一起 八 为南边朱江表称 宋人大眼 江入寇 请兵三万 限期未发 逆积之 足以错期瑞气 使不敢深入 因请西逐和北流民 在敬上者已决其相道 为主使公卿一之 皆以为当然 崔浩曰 不可 南方下施 入下之后 水疗方降 草木蒙密 地气欲争 一生吉利 不可行施 且比既岩背 则承手必顾 流屯九宫 则两年不计 分君四略 则重力单挂 无以应敌 以金吉之 未见其力 彼若过能北来 以带其劳卷 修量马肥 应敌取食 许枉基之 此万全之际也 朝廷群臣及西北首江 从彼 下征法 西平可怜 北破如如 多获美女 珍宝 牛马成群 南边朱江文 而母之 意欲南超 以取资财 皆赢私计 为国声势 不可从也 为朱乃指 八 北威守卫南方边境的将领 上书说 宋人已经戒严 很快就要向我们进攻 我们请求增援三万人 在他们尚未进攻之前 先发制人迎击敌人 这样 足以挫折他们的日气 使他们不敢深入我们国土 因而请求把边境一带 黄河以北的流民全部屠杀 以便断绝刘宋军的向导 拓拔套命令朝廷中的文武大臣讨论 大家全都同意 崔浩却说 不行 南方地势低洼朝鲜 陆下以后雨水增多 草木茂盛 地气闷热 容易生病 不利于军事行动 况且 宋国已经加强戒备 因此城防一定坚固 我们的军队铸守城下 长期进攻 后方梁沫就会供应阶级不上 把军队分散 四处掠夺 就会使本来集中的力量分散削弱 没有办法对付敌人 所以 在眼下这个季节初始进攻宋国 还没看出有什么好外 宋国的军队假如 真的敢来进攻 我们应当以一代劳 与他们周旋 等到秋天天气凉爽战马肥壮的时候 夺取敌人的粮食 慢慢地进行反击 这才是万全之计啊 朝廷中文武群臣和西北边防守将跟从陛下出征作战 向西削平了下国的贺连士 向北大破柔然汉国 俘获了许多美女珍宝和成群的牛马 驻守南部边防的教练们听说后早就羡慕不已 也想南下攻打宋国 抢劫资财 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却为国家惹是生非 他们的请求 万万不能答应 拓拔涛才停止 主将副表 难扣理智 所不兵少 其检幽州以南竞兵驻即束手 即就张水造船言贵已拒之 宫卿皆以为一如所请 并属司马楚之 卢伟 韩岩之等为将帅 是招幽南人 浩曰 非常侧野 楚之等皆彼所未继 今闻国家吸发幽州以南竞兵 大造周舰 随意清起 为国家遇存立司马氏 诸楚刘宗 必具国阵海 俱欲灭亡 当兮发精锐 并兴竭力 以死争之 则未南边 朱将无以欲之 金谷清 欲以威力却敌 乃所以素之也 张驱生而照实海 此之未已 故处之之图 枉则彼来 知则彼息 其事然也 且处之等皆先利小财 只能招和清博无赖 而不能成大功 图使国家兵莲获解而已 西鲁贵说 摇心已去荆州 至则败散 为蛮人略卖为奴 终于获及摇红 此已然之笑也 为主为以为然 浩乃赴臣天时 以为南方举兵必不力 曰 金字海气在扬州 一也 耕武自行 先发者商 二也 日识咒慧 素直斗 牛 三也 迎获福于义 斩 竹 乱吉丧 四也 太白未出 敬兵者败 五也 复兴国之君 先修人士 赐尽地利 后观天时 故往举万全 金柳引龙新造之国 人士未恰 栽变旅见 天时不邪 舟行水喝 地利不尽 三者无一可 而一龙行之 必败无疑 为主不能为众严 乃照记 定 香三舟造船三千艘 捡幽州以南戍兵 及和尚也备之 北魏南部边防守家 右上书奏报 南方的敌寇已经攻来 我们的兵员太少 请朝天挑选幽州以南的净旅 帮助守卫城池 并 请在张水沿岸 建造战舰 来抵抗宋兵的进攻 北魏朝中的文武大臣们 都认为应该批准这项请求 并应该任命司马楚之 卢伟 寒掩之等为将帅 使他们引诱刘宋的百姓归附 崔浩却说 这不是长久之计 司马楚之等人 都是宋国畏惧和忌惮的人物 如今宋国一旦听说我们调动 全部幽州以南的精锐部队 并且兴造建师 又有大批清旗兵为后继部队 他们一定会以为我们朝廷 打算恢复寄朝司马氏的政权 消灭刘氏家族 一定会全国震惊 害怕灭亡 于是他们就会动员全国的精锐部队 齐心竭力 拼死抵抗 这样一来 我们南方住房的各将领 就无法抵抗宋军的共事 现在诸位大臣打算用声威击退敌人 其一结果只能是加速他们的进攻 虚张声势 却招来了实际的损害 值得正是这种做法 所以司马楚之这些叛变过来的将领 去打宋国 宋国一定备来 不去 他们一定停止 这是必然的 而且司马楚之这些人 都是以目光短浅 贪图小便宜的人物 只能着急 一些见识千佛的无赖之徒 不能成就大事 白白是国家兵连祸节而已 当年卢鬼劝说 遥兴派判人得取荆州 刚进入东晋境内 大军突然瓦解 士族们被南蛮人火灼 卖为奴隶 造成的灾祸最终央剧遥红 这是看得到的结果啊 拓拔涛对崔浩这一席话 却不以为然 崔浩于是又为拓拔涛分析天象 说明刘宋发动军事攻击 一定会损兵折将 说今年的亥气在扬州 这是第一 今年耕武 耕 武相克 先发动战争的 必受伤害 这是第二 发生日时白天昏暗 太阳停留在斗苏牛肃 这是第三 火星隐藏在异速 阵速 欲使天下大乱和丧亡 这是第四 金星没有出现 军事上的攻击一定失败 这是第五 作为一个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 应该先治理好百姓的事 然后充分利用地利 最后顺应天时 所以才能做什么事都成功 而今 刘亦龙统治的是一个 刚刚建立的国家 君臣与百姓的关系并未融洽 天变和灾亦多次出现 这是天上不住 各地和水干河 周行困难 这是地利不畅 天时 地利 人和三者之中 没有一向对他们有利 而刘亦龙却举兵进攻 结果一定要失败 毫无疑问 拓跋涛还是不能不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 于是下诏命令在冀州 向州 定州 三州造战船三千艘 选派游州以南各地驻军 在黄河北岸集结戒备 九 秦起伏深淫母帝前将军白养 镇内将军去列 以石淫之死 有怨言 秦王默默皆杀之 九 西齐国起伏深淫的胞弟 前将军起伏白养 镇内将军起伏去列二人 对于起伏深淫的死 身怀怨恨 口出怨言 被剧伏默默向后杀死 十 夏 四月 甲子 为主如云中 十 夏季 四月 甲子 初八 北为国主拓跋涛前往云中 十一 赤勒万云洛夫叛走 为主使上书方铁追逃 灭之 十一 被北为俘虏的赤勒部落的牧民 一万多帐落 在此叛逃 拓跋涛派上书方铁前去追击 拓罚 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十二 六月 吉卯 以邸王阳南当为寇军将军 前周刺史 武都王 十二 六月 吉卯 二十四日 刘宋朝廷任命邸王阳南当为冠军将军 前周刺史 进封武都王 十三 为主使平南大将军 丹阳王大匹吞和尚 以司马处之为安南大将军 封郎邪王 屯颖川一队宋 十三 北为国主拓跋涛命令平南大将军 丹阳王拓跋大匹住防黄河北岸 任命司马处之为安南大将军 封郎邪王 屯住颖川来防备宋军的进攻 十四 屯颖魂王牧将其中万八千西秦定连 秦府 国大将军段辉等级走职 十四 屯颖魂汉国客汉慕容牧率领他的部众一万八千人 突袭西秦所属的定连 西秦府国大将军段辉等级退了来犯的屯颖魂军队 十五 到燕之则淮池 水慎 日行才十礼 自四月至秋七月 市值虚昌乃宿和西上 十五 刘宋佑将军到燕之率领大军 从淮河进入四水 天汉水浅 每天行军才十礼 从四月出发一直到秋季七月 才抵达虚昌 于是 进入黄河逆流而上 为逐一河南四正兵少 命朱军吸收重北渡 吾子 魏戍兵弃成去 吾虚 华台戍兵役去 庚子 魏主以大鸿鲁杨平公渡超为都渡计 定 向三周朱军是 太宰 进去杨平王 朕业 魏朱军截渡 抄 密太后之凶眼 庚虚 魏洛阳 呼劳戍兵接弃成去 北维国主拓拔韬认为 黄河以南四个军事中阵的兵力太少 命令坐镇的各路将军一律收兵 撤退到黄河以北 吾子 初四 北维驻防在的军队弃成而去 戊虚 14日 华台的守军也撤离 庚子 10 6日 拓拔韬任命大鸿鲁 杨平公渡超为都渡定 向 季三周朱军是 太宰 进封为杨平王 负责镇守叶城 总领各路大军 杜超是拓拔韬韬鲁娘密太后 杜氏的哥哥 更须 26日 洛阳 忽劳两阵北位的守军也都弃成逃去 盗燕指刘朱之守滑台 隐冲守虎劳 建武将军度继守金庸 即 欲知玄孙也 朱居进屯林昌金 略守南岸 至于同关 于是思 远皆平 朱军皆喜 王仲德独有忧色 曰 朱贤不安为土情为 必得其 即 葫芦虽人亦不足 而胸脚有余 金剑术北归 必并立完俱 若和兵结合 将赴南来 岂可不以为忧乎 到燕之 留下司徒 从侍郎中 朱之镇守滑台 四周刺史 隐冲驻守虎劳 建武将军度计驻守金庸 度计是度域的玄孙 留宋其他各路大军 进驻灵昌金 沿黄河南岸列镇守域 一直到同关 于是 四周 远州全部收复 各路军队都大喜过往 只有安北将军王仲德满面忧愁 说 各位将军完全不解北方的真实情况 一定会忠敌人 的计谋 虎虎虽仁义道德不足 凶贤较大却有余 他们今天弃成北归 一定正在集结会师 如果黄河冰封 势必会再次南下进攻 怎能不让人担忧 16 贾银 林以王泛杨卖前史入供 自臣与娇州不目 启蒙祝右 16 甲银 30日 林以国王泛杨外派前史臣 到刘宋进贡 承认与刘宋所属的交捉有冲突 请求宽恕 17 8月 为主谴冠军将军安邪杜护朱军 激到燕之 兵银 燕之浅必将无星摇耸复复夺和弓 野板 与协战 耸复兵败 死者慎重 乌银 为主谴冲西大将军长孙到生会丹阳网大批 屯和尚以御燕之 17 8月 北雷国主拓拔韬 派遣冠军将军安邪统于各路人马 袭击到燕之的军队 兵银 12日 到燕之派遣副将军 无星人摇耸复复复复黄河北上 进攻野板 迎战安邪 结果 摇耸复兵败 战死的士族很多 乌银 24日 拓拔韬派征锡大将军长孙到生会和丹阳王拓拔大批屯兵黄河北岸 防御到燕之 18 燕太祖请及赵中书间深宿 是中阳哲于内殿 熟以后世 9月 病审 财儿临宣 命太子议舍国事 乐兵听证 以悲非常 18 北燕王冯拔重病 征兆中书间深宿 是中阳哲来到请殿嘱托后世 9月 冯拔病情加重 乘财车到金鸾殿 命令皇太子冯立主持朝政 统率全国的军队 防止发生意外的变化 宋夫人玉礼其子受居 恶意听证 魏夜曰 上即将抽 奈何 巨玉大夫临天下呼 义性人弱 随环东宫 日三忙省急 宋夫人小赵教内外 前婚寺传问而已 一级诸子 大臣并不得见 为忠给世胡福独得出入 市长敬畏 冯拔的妃子宋夫人 打算立自己的儿子冯受居继承地位 他厌恶太子冯立主持朝政 对冯立说 皇上的病就要痊愈了 你何必急于代替父亲军临天下呢 冯立的性情文弱人后 他听从了宋夫人的话 退位返回了东宫 每天三次去看望父皇 冯立出来后 宋夫人就假传圣志 不许朝廷内外的官员在进宫探兵 如有事 只能 派宦官传达 冯立及其他几个皇子 朝中文武重臣 全都不能见到皇帝 唯有忠给世胡福一个人 可以自由出入 专门负责皇宫的安全警卫 福律宋夫人遂成秦谋 乃言于司徒 路上舒适 中山公宏 宏与壮士数十人被嫁入境中 宋魏皆不战而散 宋夫人命毕冬 洪家壮裤斗头 紧携有永利 于阁而入 至于皇堂 射杀女御一人 太祖京俱而卒 洪遂及天王位 遣人寻成告曰 天降凶祸 大行崩碑 太子不适及 群功不奔丧 疑 有逆谋 射及将威 吾北界帝之亲 遂舍大位以宁国家 百官寇门入者 禁闭二等 胡府非常忧虑宋夫人的阴谋 将会成功 于是 就把宋夫人的异常举动报告给司徒 路上舒适 中山公冯宏 冯宏亲自率领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武士 闯进后宫 负责宫廷进卫的军队 为家抵抗就一轰而散了 宋夫人命令关闭东 冯宏的家壮裤斗头敏捷而又勇力 翻墙跳过门进入寝宫 一键射死一个宫女 冯把躺在床上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不胜惊 嗨 煞尸弃绝而死 冯宏城市来到金兰殿 登上了大位 他派人到城中街巷中宣告 天上降下大祸 王帝驾崩 太子冯义不再病他前事后 朝中文物大臣也不敢来奔赃 恐怕有人阴谋叛逆不道 危急设计 于是我也天王大帝的身份 暂时登上大位 安定国家 百官中入宫朝建的人 晋级二等 太子一率东宫兵出战而败 兵皆溃去 弘前使赐已死 太祖有子百余人 弘皆杀之 是大祖阅文成皇帝 葬长古陵 太子冯义统帅 董公卫队出宫抵抗 大败 他手下的士族全部溃散 冯红派人逼迫冯义自尽 北燕王冯八共有儿子一百余人 冯红把他们全部杀死 是冯八成文成皇帝 妙号称太祖 安葬于长古陵 十九 金丑 下主遣其地位以待伐未成 为平夕将军使平公奎归等基之 杀万余人 未以待遁去 下主自将数万人妖姬奎归于成东 留区地上古宫舍赶 广阳公渡落锅首平梁 前使来求和 约和兵面位 摇坟河北 自恒山以东属宋 以西属下 十九 吉丑 初六 下王赫连定派他的弟弟赫连 未以待公西匪卫的成 北位平夕将军 是平公拓拔魁归等 率兵反击 杀死下军一万余人 赫连为以待远逃 赫连定又亲自统帅数万人 在成以东劫基拓拔魁归 留下他的弟弟 善古公赫连赤干和广阳公赫连 渡落锅驻守平梁 又派使臣出使刘宋请求和解 约定联合起来灭掉北位 遇鲜瓜粉黄和以北地区 从恒山以东 化归留宋 恒山以西 化归下国 为主闻之 至兵将法下 群臣玄约 刘易龙兵游在河中 射之西行 前寇未必可克 而易龙成须即河 则是山东矣 为主以问崔浩 对曰 易龙与赫连定遥相招宴 以虚声畅可 共亏大国 易龙望定进 定拜易龙前 皆莫感陷入 辟如连击 不得俱飞 无能为害也 臣使为易龙君来 当屯指河中 两道北上 东道向济州 西道充业 如此 则陛下当字讨之 不得除刑 今则不然 东西列并境二千里 一处不过数千 行分示弱 以此观止 著而情见 此不过欲顾和自首 五北度一也 赫连定残根一摧 你之必仆 克顶之后 东出同关 席卷而前 则为镇南极 将 怀以北无力操矣 胜策独发 非于境所及 愿陛下勿疑 贾臣 为主如统万 遂袭平良 以卫兵将军王金正普百 今 见之子也 北维国主拓拔韬得到这个消息 立即动员军队 准备进攻下国 朝廷中的文武群臣都说 刘易龙的大军 还在黄河中游逗留 我们却放弃南方的防御 转负西征 前面下国的军队 未必能一举攻克 后方的刘易龙就要举兵渡过黄河 乘居而入 我们就会失去太行山以东的大片领土 拓拔韬又征求崔浩的意见 崔浩回答说 刘易龙与贺连定遥相勾结 互相呼应 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一上一合 共同窥四强林 刘易龙希望贺连定大举进攻 贺连定却等待刘易龙先打 结果没有一个敢先打进我们的国土 他们就像被捆附在一起的两只鸡一样 不能同时起飞 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威胁 我当初认为 刘易龙的大 军开来 应该聚首黄河中游 分兵两路北伐 东陆军直至济州 西陆军则进攻夜城 这样一来 陛下您就可以亲自出马打击他们 不能怠慢 现在形势的发展却完全不同 宋军从东向西所设的防线 长达二千里 每个地方分布的兵力量多 不过几千人 兵力分散 力量削弱 如此看来 他们控顿削弱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 这只不过是打算固守黄河防线 并没有北伐的意图呀 而贺连定 就像枯树的残根 很容易摧毁 一击就倒 我 他们攻克贺连定以后 就可以东出铜关 席卷向前 避讳威震最南面的地方 而长江 淮河以北江 没有一根草可以生存 皇上的英明决断 不是一般渔猎之人所能领会的 希望陛下不要迟疑 贾臣 二十一日 拓拔韬前往统曼 于是指挥军队袭凭梁 命卫兵将军王金镇守扑摆 王金是王剑的儿子 二十 秦自正月不语 至于九月 民流盼者慎重 二十 西秦从正月以后 铁汉无语 直到九月 百姓流亡叛逃的人数很多 二十一 冬 十月 以敬陵王一轩为南徐州刺史 游戍石头 二十一 冬季 十月 刘宋文帝任命敬陵王刘一轩 为南徐州刺史 仍旧驻守石头 二十二 悟悟 立前鼠 驻四驻前 二十二 悟悟 初悟 刘宋设置前一鼠 驻造四驻前 二十三 到燕之 王仲得严和治首 海宝东平 二十三 刘宋佑将军到燕之 安北将军王仲得 沿黄河南岸不防之后 回首东平 以害 为安邪自尾塑金济和 公金庸 金庸不治 既久 又无粮食 妒忌欲弃乘走 恐惑罪 初 高佐灭秦 千齐忠于江南 有大中梅月落水 第十遥耸耸夫将千五百人亡去之 既带之曰 金庸城已修完 梁氏一族 所法者仁耳 坚辱其难度 当相宇并礼欲之 大功激利 千忠未完 耸夫从之 既至 建成不可守 乃隐去 既遂难顿 兵子 安邪拔洛阳 沙将士五千余人 杜姬归 言语帝曰 本欲以死固守 要耸夫及成俱走 人情俱败 不可负尽 尚大怒 朱耸夫于兽阳 耸夫永健 朱偏臂莫及也 以害 二十二日 北威冠军将军安邪 从尾肃金渡过黄河南下 攻打金庸城 金庸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修缮 防御攻势破败 加上城中缺少粮食 刘宋首将杜姬打算弃城逃走 又惧怕受到朝廷的军法承治 当初 刘玉消灭后勤时 把后勤皇家剧中运回江南 途中有一只剧中沉没落水 这时 刘易龙派姚耸夫率领一千五百人前去打牢 杜姬哄偏姚耸耸夫说 金庸城已修整完郡 粮食也充足 最为缺少的 就是兵源 如今魏国葫芦的骑兵大局南下 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地抵御敌人的进攻 等大功告成 再去打牢陈中也不迟 姚耸夫同意了杜姬的一番话 登到了金庸 姚耸夫看到城池难以拒守 于是率军退走 杜姬也乘机放弃破城 向南逃走 秉子 23日 北威将军安邪攻陷洛阳城 屠杀刘颂守城将士五千余人 杜姬逃回京师 向刘颂文帝报告说 我本打算拼此固守金庸 可是姚耸夫刚已进城转身就走 是城中的将士人心 欢散 情绪低落 难以挽救 文帝听到这些 暴怒如雷 立即下招将姚耸夫在寿阳就地掌守 姚耸夫勇猛善战 其他将领都赶不上他 为河北诸军汇于七女金 导演之恐气难度 千必将王盘龙速流夺其船 杜超等级斩之 安邪与龙江将军陆四进攻虎牢 心四 拔之 隐冲及盈阳太守清河催魔将位 北北黄河以北的各路军队 在七女接会时 道演之担心敌人 要渡过黄河南下进攻 就害复将王盘龙逆流而上 截夺敌人的战船 却 被北为杨平王杜超等击败 王盘龙被杀 于是 北威冠军将军安邪 龙翔将军陆四和兵进攻虎牢 新四 二十八日 攻克虎牢城 四周刺史隐冲一级营阳太守 清河人催魔投降了北威 二十四 秦王穆默为何夕所逼 遣其陈王凯 乌诺点醒盈与卫 为人许以拼凉 安定风之 默默乃坟成义 回宝器 帅户万五千 东如上 至高田谷 给氏黄门氏两国肯谋结局 屈兴国一判 视角 默默杀事 下主文默默将至 发兵拒之 默默留保 南安 其故地接入于土律魂 二十四 西秦王祈福默默在北梁的军事威胁下 派使陈王凯 乌诺田出使北魏 请求派兵援助 北魏许诺把上在下国掌握中的平梁郡 和安定郡风给祈福默默 祈福默默于是纵火焚烧成义 捣毁了宝物 统帅铺种一万五千户 向东前往上 祈福默默的大队人马刚走到高田谷 给氏黄门侍郎恒等人 阴谋杰特举取兴国 反叛西秦 郭恒的密谋泄漏 祈福默默杀掉了郭恒 夏王赫连定听说祈福默默的大军 将来进攻 发兵抵抗 祈福默默只好就地固守难安 西秦的故土全被吐虐温汉国占领 二十五 十一月 已有 为主治平梁 夏善谷公舍干等应成固守 为主使贺连昌昭之 不下 乃是安息将军古必等将兵去安定 夏主自成还安定 将不齐二万伪就平梁 与毙遇 毙伪退以诱之 夏主追之 为主使高车使击之 夏兵大败 斩首数千戟 夏主还走 登春孤远 北方陈以自古 卫兵就为之 二十五 十一月 已有 初三 北魏 国主拓跋涛抵达平梁 夏国上故宫贺连舍干等人绕成固守 拓跋涛命贺连昌找辅他们 贺连舍干等不听贺连昌的劝招 于是 拓跋涛派安息将军古必等率兵直指安定 夏王贺连定从城返回安定 率领部 其兵二万人向北增援平梁 途中 郑桥与古必军遭遇 古必假装撤退 又敌深入 夏王贺连定紧追不舍 拓跋涛派高车部落飞速增援 截击下国军队 下阵大败 被斩首的士族打几千人 贺连定藏匡逃回 退守纯孤远 不知方阵字 宝 北威军队赶来把他团团包围 二十六 仁臣 加中南大将军坛倒计都督征讨周军事 率中乏位 二十六 仁臣 初时 刘宋加授中南大将军坛 暴击为都督征讨周军事 统帅大队人马讨伐北魏 甲午 为寿光侯淑孙健 如衣公长孙道生继合而难 甲午 十二日 北威寿光侯淑孙健 如衣公长孙道生渡过黄河南下 到燕居闻洛阳 忽劳不守 朱居相继奔败 欲引兵骇 殿中将军园护之一书见之 以为仪师竹林秀柱 朱之首滑台 自率大军近与河北 且曰 新人有连年攻占 施众发粮 由张胆争钱 莫肯清退 旷金青州风嚷 既曹流通 世马宝义 威力无损 若空气滑台 坐丧成夜 起朝廷受任之之血 燕之不从 护之 苗之子也 到燕之听说洛阳 忽劳失守 各路军队相继失败的消息 打算撤军 殿中将军园护之写信给到燕之劝阻他 认为到燕之应派朱灵秀帮助朱之死守滑台 然后亲自统帅军队进攻黄河以北 还说 过去 曾有 人连年攻占 孙兵折将 粮草断绝 仍然奋勇出击 不肯轻易向后退却 何况如今青州粮食丰收 粮草充足 既和曹运畅通 将士战马都保持强奸 战斗力并没有受到削弱 如果白白地放弃华台 做事成功的大业丢失 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重托吗 道燕之没有接受 元护之是元苗的儿子 燕之欲坟州不走 王仲得约 洛阳起县 忽劳不守 自然之事也 金鲁区我游千里 华台上有墙兵 若举涉州难走 势足必散 当引州入 既 至马尔谷口 更享所宜 燕之先有目击 智势大动 且将士极易 乃引兵自清入计 南至历程 凡州弃甲 不拘鹏城 竹灵秀气虚昌 南奔乎路 轻 远大扰 长沙王一心在鹏城 将左孔卫兵大致 劝一心每阵还都 一心不从 道燕之打算烧毁战船步行撤退 安北将军王仲得说 洛阳陷落 忽劳失守 这是必然的趋势 但是 现在敌人据我们还有千里之遥 华台城又有强兵把守 如果突然放弃战船步行逃走 是足梦一 定会四处溃散 我们应该乘战船进入集合 登到了马尔谷的关口 再做进一步的决定 道燕之原先就有眼病 这时更加严重 疼痛难忍 况且军中将至染上瘟疫的人也很多 道燕之于是率军从清口使进济水 又南下抵达历程 焚毁战舟 抛弃铠甲 步行直奔鹏城 远州刺使卓灵秀也放弃虚昌 南下逃往葫芦 青州 远州陷于混乱 长沙王刘以新这时正在鹏城 他的将领们惧怕北魏大军大批攻来 都劝刘以新放弃鹏城返回警师 刘以新没有听从 魏兵攻济南 济南派守武尽萧城之律 数百人拒之 魏众大喜 城之之衍兵 开城门 众约 贼众我寡 奈何轻敌之甚 城之曰 金权守穷城 事业危己 若负失弱 避魏所图 唯当剑墙以待至尔 魏人已有伏兵 遂应去 魏魏的军队开始进攻济南 济南派守武尽人 萧屯之率领几百名师族奋勇抵抗 魏军队聚集城下 准备攻城 萧屯之命令师族们隐蔽起来 大开城门 萧屯之的部下说 现在敌众 我啊 怎么可以如此轻敌 萧屯之说 我们困守一座被抛弃在敌人后方的孤城 情势危急 如果向敌人示弱 必定会遭到屠杀 只有摆出强大的姿态来等待敌人 北魏兵看到这种情形 怀疑城里有重兵埋伏 于是撤退 二十七 北军为夏主数日 断其水草 人马饥渴 丁有 夏主隐重夏淳孤原 魏武卫将军邱倦积之 夏重大溃 死者满鱼人 夏主中重创 胆息走 首七余种 屈民五万 西宝上 魏人获主之地担扬公事 拔 武陵宫突骨结宫后以下百余人 四日 魏兵呈盛进宫安定 夏东平宫以斗气城奔长安 屈略数千家 西奔上 二十七 北威军队围攻赫连定已有几天 切断了水源和粮草运输线 下活的人马即可交加 丁有 十五日 夏王赫连定律重冲下了群孤原 北威武卫将军邱倦截击敌人 夏国军队全军溃败 被杀一万多人 贺连定也身负重伤 只身骑马逃跑 途中又急急残兵败将 驱选老百姓五万人 向西退保上 魏军升秦贺连定的弟弟丹阳公贺连牧是把武陵宫贺连 托古以及宫侯以下的贵族和大臣一百多人 这天 北威军又呈盛进宫安定 守城的夏国冬平宫 贺连以斗丢弃城池 逃奔长安 又强行过携百姓数千家向西逃往上 二十八 务虚 北书孙剑公主灵秀于葫芦 灵秀大败 死者五千余人 剑排屯犯成 二十八 务虚 十六日 北威寿光侯书孙剑进攻刘宋远州刺史竹灵秀巨守的葫芦 竹灵秀大败 被斩杀的士族打五千多人 书孙剑得胜收兵 驻防范城 二十九 己亥 为主如安定 庚子 孩 林平良 决欠为之 安慰出父 赦寝 雍之民 赐负七年 夏拢携手将降位 二十九 己亥 十七日 北威国主拓拔韬抵抵达安定 更死 十八日 返回平良城外 指挥将士在平良城四周 深挖勾芡 重重包围 拓拔韬又安抚慰慰心归服的百姓 免戳秦 雍二周百姓的赴役七年 下国拢携手将向北魏军投降 三十 新丑 为安邪都诸军攻华台 三十 新丑 十九日 北魏冠军将军安邪都率各路军队攻打华台 三十一 和西王蒙逊前尚书 郎宗书等人共约为 为诸语之宴 执崔浩之首以誓书等约 如所闻崔公 此则是也 财略之美 于今无比 震动至资之 欲臣成败 若何福气 未尝诗也 三十一 北亮和西王举去蒙逊派遣上书郎宗书等人 到北魏进贡 拓拔韬涛涉眼招待 拉住崔浩的手 向宗书介绍说 你们听说的崔先生 就是这位 他致略与才华的高妙 举世无双 我的一 举一动 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他预测战场上的成败 就像合在一起的福信眼一样 不差分毫 从来没有失误 三十二 为爷叔孙建都督记 清等四周朱军事 三十二 北魏朝廷任命叔孙建为都督记周 清周等四周朱军事 三十三 魏朝书库杰率齐五千营秦王沐沐 秦魏将军杰皮以为不宜内喜 沐沐从之 库杰隐孩 三十三 北魏朝书库杰率领齐兵五千 迎接西秦国王解福沐沐 西秦魏将军启伏杰皮认为不应内 签投靠北魏 其福沐沐同意 库杰只好领兵而回 南安朱枪万余人叛秦 推安南将军 督八郡朱军事 广宁太守交易为主 以不从 乃节一族子长城护军量为主 率重攻南安 默默警救于邸王妖南当 南当浅将军服献帅齐三千救之 默默与直合姬朱枪 朱枪溃 亮本海广宁 默默进军顾之 以首令与交易时取量 十二月 以斩量首出将 默默进一号镇国将军 前六阳太守红农阳相以郡将下 南安的各羌族部落 一万余人背叛了西秦的统治 共同推举安南将军 督八郡朱军事 广宁太守交易为盟主 交易拒绝 枪族部众于是劫持交易的组织 长城护军交量为盟主 聚众攻打南安城 起伏默默向抵王阳南当清求援兵 阳南当派将军服献帅齐兵三千人 赶赴救援 与起伏默默 和兵反击各枪组部落军队的进攻 枪军溃败 交量逃回广宁 起伏默默进攻广宁 亲自下手令命交易诛杀交量 十二月 交易将交量斩首 出城投降 起伏默默为交易加封号称镇国将军 西秦绿阳 太守红农人阳显现出俊称 投降下火 三十四 新有 以长沙王一心为玉州刺史 镇寿阳 寿阳妥荒民散 陈国颓败 盗贼攻行 一心随意经理 境内安夜 道不时矣 城府完食 遂为圣藩 少杯酒费 一心修制堤防 饮喝水入杯 盖田板渔请 无负旱灾 三十四 新有 初九 留宋朝廷任命长沙王刘卫心为玉州刺史 镇守寿阳 寿阳土地荒芜 人民流散 成员坍塌 盗贼公开抢劫 刘卫心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适当的措施 治理寿阳 不久 寿阳境内的人民就安居乐业 路不时矣 城池坚固 苍令充实 于是成了强盛的藩镇势力 勺杯也早已残就不堪 刘卫心修整堤防 饮肥和水入杯 灌溉农田一万余请 从此没有再出现旱灾 三十五 丁卯 下上古宫设赶 广阳宫堕落姑出将 未够平良 三十五 丁卯 十五日 下国上古宫贺连设赶 广阳宫贺连堕落姑出城投降 北围军攻克了平良 宫中侯斗戴田德西金 俄青等 陷于魏主 魏主以下 主之后赐戴田 命亲西行之久以奉戴田 魏军约 全辱生者 戴田也 赐戴田绝境雄侯 加散其常侍 又魏将军 令内斗壮江 北围军中侯斗戴田 就出了被俘司空西金 宗正俄青等 呈献给拓拔韬 拓拔韬把贺连定的皇后 上次给豆袋田 命令西金跪下用膝盖行走 向豆袋田敬酒 拓拔韬对西金说 是豆袋田抱拳了你的性命 赐封豆袋田为景雄侯 加寿散其常侍 又魏将军 兼领内斗壮江 下长安 临近 武功守江 接走 关中吸入余味 魏主留巴东宫严谱镇安定 以镇西将军王金镇长安 人参 魏主东海 以西金为宰世 舍父就是已从 下国长安 临近 武功等城的守将都弃城挑走 关中大片土地都纳入魏国版图 拓拔韬留下巴东宫 拓拔严谱镇守安定 命镇西将军王金镇守长安 人参 二十日 拓拔韬班师东海 任命西金为宰世 命他被驮着酒泪 饭菜跟从左右 王金镇金不法 信用左右 调义百姓 兵不堪命 南本汉穿着数千家 为主案旨得时 斩心以训 北威镇西将军王金交自纵欲 多行不法 重容左右亲信 随意调动和一知百姓 人名不堪忍受 向南逃往留宋汉川的有几千家 拓拔韬仿查证实了王金的罪状 斩王金示众 三十六 右将军到燕之 安北将军王仲德接下于免官 允州刺使竹灵秀作弃军辅诸 上进援护之书而善之 以违背高平太守 三十六 刘宋右将军到燕之 安北将军王仲德都被免职 逮捕入狱 远州刺使竹灵秀 因戒军逃跑 斩首 文帝刘义龙看到殿中将军袁护之给的燕之的信 大家称许 随即任命袁护之为北高平太守 燕之之北法也 假兵滋食甚盛 击败海 为其荡尽 俯藏 武库为之空虚 他日 尚与群臣验 有荒外将人在座 尚温尚书库布郎顾春 库人账有有吉许 称议队 有十万人掌 尚继吻而回之 等于称队 盛喜 称和之曾孙也 到燕之大军北伐之时 武器及各种军用物资十分充实 等到大败而回 一路上抛弃殆尽 潮 停仓库和武器库 因此空虚 有一天 文帝召集大臣们艳艳 由远方归降的人在座 刘尹龙问上书库布郎顾春 军械库中还有多少武器 顾春虚报说 只够十万人使用 文帝问完就很后悔 听到顾春的回答 财略较宽慰 十分高兴 顾春是顾和的曾孙 三十七 彭承王易康与王红并录尚书 易康义游样样 欲迪扬舟 行于辞职 以红帝谈首居中 为上所欺慰 欲不悦 红义老病 屡起骸骨 谈首自求无俊 上街不虚 易康为人约 王公久病不起 神舟举一卧置 谈首劝红检府中文武之外 以授易康 上听歌二千人 易康乃月 三十七 刘宋彭承王刘易康与王红 共同担任陆尚书氏 刘易康仍感到泱泱不快 打算代替王红检任扬州刺史 在言辞中毫不隐瞒 又因为王红的弟弟王潭 守在朝中担任要职 深得文帝的倚重和信赖 就愈加不满 这时王红年老多病 多次请求辞职回乡 王潭首主动要求担任吴俊太首 文帝都一概不拒 刘易康对别人 说 王红患病长期卧床 难道能在床上治理天下吗? 王潭首劝王红 把府中文武官员的一半 分给刘易康管理 文帝下照同意拨给刘易康二千人 刘易康这才高兴